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那我們直接來看看第一場 第一場我們要看的是嘎布 他所使用的嘎布流 哇我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看到嘎布流了 這是一個非常花式的三星配置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場的進攻 嘎布他都會先帶幾隻小叉營 在盲區的地方先打掉一些外圍的建築物 接著就是嚇天女 他的天女是從五點外側下進來 準備要讓天女解決掉對方的女王 城堡援軍以及一座火箭 現在打掉外圍的這個防禦建築之後 他下了一隻野豬將援軍給引出來 援軍是龍球 那在這邊他下了雙毒 這個雙毒同時可以讀到對方的龍球和對方的女王 位置是相當的理想 龍還沒有飛過來 這個女王的技能就已經放開來了 看起來應該是不用放的啦 不過應該是放開來的技能 可以增加這個殺掉援軍的速度 那也可以保證我們的女王不會死掉 所以也是沒什麼問題 接著在三點的地方下出了石頭 後面跟上法師青鞭 四點的外側下出了蠻王皮卡 以及後面跟上來的女巫跟藍胖 開牆了之後我們的三個大個兒就走進去了 也就是蠻王石頭跟皮卡 那在蠻王跟皮卡卡牆的這邊下了一罐狂暴 所以很快的我們的三個大個兒 就直接衝到陣型的中間去扛住所有的火力了 我們的天女滑到八點外側竟然死了 所以現在天使換手 跑到了這個陣型的中間來補我們所有的地面部隊 那在這邊同時他也有多丟了一罐補血和一罐狂暴 我們的部隊全部都卡在一起 所以這罐狂暴的效用可以說是非常好 讓我們的所有部隊都聚集在一起狂暴的輸出 接著在一兩點的外側 嘎布已經將他手上的這些黑球 慢慢的從外側點放進來 要收掉靠外側的這些防禦劍值 最後一罐補血丟在我們所有地面部隊卡牆的地方 同時補到了我們的大個兒跟我們的藍胖 天使還跟在後面慢慢的幫忙補血喔 哇非常的理想 那最後呢他也從八九點的外側下出了黑球 進來幫忙收尾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有一點點可惜的地方 是他留下來做收尾的這個部隊呢 並沒有留的非常的多 所以導致於最後在收尾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部隊全部都很團結的走在一起 那最後會必須要打掉一兩點這一側的建築物之後 還要全部回頭回過頭來 打這個七八點這邊的建築物 所以是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最後在時間上是有一點點驚險的 如果手上能夠扣著一顆黑球或者是幾隻法師 可能就會不會有這個時間上的壓力了 好最後還是很漂亮的 拿下這個三星 我們厲害的嘎布流 至今還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使用的流派 好我們來看看第二場 第二場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部落的一個新人 這是他第一次上場 這是嘎龍 他所打的一場三星的進攻 他帶的配置呢是天女武神還有石頭藍胖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三星進攻 他帶了四隻弓箭手 那是要事先直接拿來處理四個角落的工人小屋 所以沒有問題可以避免造成99%殘局的窘況 好接著在十點的外側下出了天女 準備要讓天女打掉一些靠近外側的防禦箭竹物之後 才能用野豬來幫忙將援軍給引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陣型的援軍是沒有辦法直接用野豬引出來的 天女滑步用掉了還蠻多的時間 他打掉了外圍的法師塔之後 還是沒有將豬放進來 其實這個時候放進來可能已經可以引得到圓了 但是他為了保險起見 他要等到把這個劍塔打掉了之後 才將豬放進來吧 好現在這個劍塔要被打掉了 再不引圓就太晚了 沒錯現在兩隻野豬從十點外側放進來 那有成功的將援軍引出來 援軍一樣是龍球 那在這邊呢 他直接丟了雙毒 要來處理對方的龍球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牆壁的內層還有一座火箭 這個火箭很有可能等一下就會打到天使了 他在五點外側下出了石頭 扛住火力之後 後面跟上了法師以及蠻王來做清邊 在靠近六七點的地方則是下出了藍胖 盡量不要太靠近五點的地方下藍胖 這樣子藍胖才不會往四點的地方歪過去 接著他的五神也是從靠近六七點的地方下進來 五神跟藍胖現在走在一起 因為他是先放藍胖才放五神 所以算是一同走到了這個陣型的內部裡面去 接著藍胖準備要跟五神一起往陣型的中間衝了 他下了一罐狂暴讓五神快速的開牆進去 接著五神砍到第二層牆的時候呢 他下了一罐補血 同時一樣再下一罐狂暴 補血可以保護我們的五神 而且還可以保護我們後面跟上來這個藍胖部隊 非常的好 最後一罐狂暴再丟下去就是要給我們的藍胖 以及後面跟上來的天使 所以藍胖會是安全的 五神已經將這個陣型給打穿了 現在繞到外側去 對方的防禦建築物只剩下內層的一個電塔了 所以沒問題 這是一個漂亮的三星 用的是狂暴的藍胖五神流 他總共帶的是三罐狂暴 非常精彩 拿下了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下一場呢 我們來看看 沙達南他所打的天女狗球 他帶的配置呢是五隻天使的天女 以及 加上援軍一共兩隻狗 我們來看看他的天女狗球 他直接在十二點的外側先放了一隻龍寶寶 來幫忙清邊 因為靠近十二點這一側的防禦建築物呢 都不是對空的 所以他可以安心的清掉非常多的外圍建築 接著在一點的外側下出了天女 然後接著要用炸彈人開牆 我們看到開牆是有點失誤了 不過沒關係 沙達南他帶的炸彈就是多啊 什麼沒有炸彈就是多 這個缺口是一定要開出來才行的 不炸開來天女不走進去 等一下就沒有辦法做後續的這個進攻了 接著在靠近三點的地方下出了蠻王 事先將這個血量高的水罐給打爆 這樣子天女等下才不會往三點的方向來滑 對方的女王跟我們的女王有點等等級的差距 所以在這邊不用丟狂暴也不用開技能 就直接解決了對方的女王 好多解決一座吹風機 現在對方的援軍直接被天女給引出來了 是龍球 一樣丟下了雙毒 並且在這邊直接丟一罐狂暴 這罐狂暴雖然看起來有一點沒有必要 不過他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加快了這個解決援軍的速度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天女趕緊往內層走 這樣可以解決掉第二座火箭 以及多解決掉一座X弩 讓我們的狗球可以更快的進場 才不會有時間上的問題 好現在狗球進場了 狗從十一點的外側放進來 後面直接用四根手指頭點放了 一塔兩球進來 那在這邊看到有密集的這個電塔出現 所以直接丟了一罐狂暴 讓我們的這個黑球群可以快速的解決掉對方的這些電塔 接著第二隻狗呢 從八點外側放進來 放的速度看起來是有一點點慢的 沒有及時幫我們彈到一些這個火箭的火力啊 所以火箭是有打掉我們幾顆黑球 有點可惜 那最後手上勝了最後這罐狂暴 就是丟下來讓我們的黑球快速的解決對方的X弩跟火箭 那對方就已經幾乎沒有對空的這個防禦箭足了 在我們的這個火箭被打爆之前 我們的第二隻狗還爆開矮了 真是完美啊 狗全部都爆開矮了 所以手尾的速度應該比較沒有壓力 那我們看到他手上其實扣著一些法師跟最後一顆黑球 所以他應該是在看情況 看時間上有沒有壓力 如果時間上有壓力的話再將黑球或者是法師丟進來 不然的話應該是就可以讓他收完就好 不用用掉這麼多的兵力 好看起來最後時間是有點危險的 所以兵還是通通都丟完了 拿下了這個天女狗球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看超奇葩的這一場 這是由死亡所打出來的女巫流 超級嘲諷的一場打法 我們來看看這個爛陣 這個陣型呢 將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通通丟在外圍 接著在中間圍了非常多的這個城牆 以及擺放了X弩 跟看起來有可能放電塔的一些位置 那雙王則是女王放在中間 男王放在外面 那我們來看看死亡他帶的配置呢 是兩顆石頭四隻女巫 還有四隻天使 援軍是藍胖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樣打出這一場女巫流的 對方的這個陣型會這樣擺 應該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繞著操場 那在我們繞操場的同時 我們的部隊就會被對方的這些X弩啦 或者是其餘的防禦建築物給攻擊 那就在繞完操場之後就會後繼無力 沒有辦法推完三星 但是他錯了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不推薦的打法 我們看到死亡他直接在10點跟11點的外側 各下出了一顆石頭 後面跟上了法師以及女巫 來幫忙做整個面的清編 接著將援軍引出來了之後呢 是龍球 石頭現在往兩邊跑了 往9點跑的這顆石頭 死亡他是丟了蠻王跟藍胖來支援 至於援軍這邊在他丟下了雙毒之後 他也丟了一罐補血 並且在這顆石頭後面 他也放了女王來做遠程的支援 然後呢兩批石頭部隊 都分別從兩側放了兩隻天使進來幫忙補血 哇所以現在這兩批部隊是死不了的啊 因為都有一顆石頭在前方當毯 那後排跟上了也都是非常有力的 這些支援性的部隊 比如說女王加上女巫 或者是蠻王加上藍胖 所以兩邊這個推進的速度都非常的理想 再加上對方的這些火箭 其實都是擺放在可以直接在城牆外面 就打到的這個位置 所以只有一側的這個天使 是有被火箭給打死的 靠近三點這一側的女王部隊 天使是還存活的 那蠻王跟藍胖這邊雖然天使死了 但是蠻王跟石頭在一起 這個坦的這個效用是非常的好 所以藍胖是還能夠安全的存活在這個藍胖的後面 接著對方我們這個 在三四點四五點的這個地方 會合了之後丟了一罐跳跳 準備要讓我們最後剩下的部隊 通通跳到陣型的中間去 哇解決了對方的女王 在這邊丟了我們剩下的三罐法術啊 我們的跳跳補血跟狂暴通通丟在這邊了 那我們的雙王跟藍胖和天使 通通進去陣型的中間 直接解決掉對方核心的這些防禦建築物 以及大本營和城牆 超級嘲諷的啊 彷彿就是在跟對手說 你擺這個陣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會繞著外面走 最後打不了中間是吧 那我們就真的往外面走給你看 而且最後才繞到中間去 把你的大本給爆掉 拿下三星 哇超級嘲諷的 非常酷的一場女巫流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部落戰精彩回放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